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park在小米的应用实践 今天分享包含四部分内容 Multiple CatLog实践 存储优化实践 学员数据实践 Spark原装建设 第一个主题关于Multiple CatLog 在小米诺迪过程的分享 先介绍一下背景 小米的大数据体系 是在不断的更新和迭代 随着业务架构和技术架构的调整 内部大数据平台逐渐出现一些状况 如图 个人拥有三种体系不同的账号 并且通过账号拥有各种资源 如MySocoTable HiveTable等 其主要是从底层系统的角度出发 将资源展示给相关用户 这会带来如下问题 第一点 缺少统一的资源试图 在数据生产加工过程中 一个业务会使用到若干个系统 但是每个系统单独维护自己的原数据信息 比如Doris HiveTable等 将原数据单独层储到自己的服务当中 缺少原数据系统的联合试图 来为用户提供统一的原数据访问入口 第二点 缺少统一的权限试图 Hive等系统使用Corpus做身份验证 Telos等小米自然相关产品 使用AKSK做身份验证 MySQL等系统 使用User Password做身份验证 多种账号权限 没有统一的权限管理视角 给用户使用和管理上带来不便 并且 底层系统服务账号直接暴露给用户 还会存在安全风险 在提升用户开发效率和 和开发体验的并定下 在Spar中我们基于HiveMathStore将部分语言数据管理起来 数据原测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导入到HiveMathStore的体系当中 第一种方式通过外表注册到HiveMathStore当中 MySQL表可以通过CreateTable 然后将账号密码等信息设置到HiveMathStore当中 第二种方式通过ETL集成工具流失写入等方式 将数据和原数据注册到HiveMathStore当中 第三种方式文件直接上传到IDFS 导入到EU表的目录或者根据文件创建数据表 在原数据服务测 HiveMathStore将所有原数据都单独维护了一份 在计算引进测 基于SPA2的SessionKaiLog体系 我们可以创建HiveSessionKaiLog 通过HiveClient连接HiveMathStore 拿到表的Metadata和Logation的信息 有了Metadata就可以操作这些数据系统 计算引进测线权 通过集成HiveSentry来实现的权限控制 HiveMathStore基本将各种系统统一起来 但存在一下几点不足 第一点 二是层储原数据 注册外表后 HiveMathStore会层储一份原数据 4R作业使用HiveMathStore schema来读取数据 当原表的schema变更后 在HiveMathStore中无法感知 就出现两边原数据不一致的情况 第二点 基于两极结构 DB Table来唯一定位 一张表 表明容易发生冲突 不同层储系统 可能有相同的表明 另外Hive的表明和层储系统的表明不一样 给学员关系的理解也带来一些困扰 基于此 我们期望的原数据服务 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在数据员侧 能够对接各种数据员 提供统一的原数据信息 原数据服务侧 能够实时的获取其他系统的原数据 无原数据的二次层储 在计算引擎测 希望能够 实施尽可能做的计算引擎 在483中 我们基于Metacat将原数据同意管理起来 在数据服务架构下 在数据测 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注册和导入 一种直接通过Metacat Connector 将数据员注册到Metacat当中 下种数据先入服务 数据服务SBorg通过Metacat Connector 注册到Metacat当中 之后通过访问数据服务来访问这些数据 在原数据服务测 Metacat的底层通过不同的Connector 来实现对接多数据员 包括Metsoco Hive SBorg等系统 最上层的Metacat 对外提供了统一的表抽象 并且提供了REST和Stribute 两种访问接口 在计算引擎测 Spark Prestor Link 通过Metacat提供的接口 往Metacat抽象的表结构 间接访问各种层出系统 Metacat的优点 第一点 数据员测 能够对接多种数据员 提供统一的表抽象 并且对外提供统一的AGI 在数据 在数据员服务测 Metacat本身不层出原数据 原数据通过数据员获取 没有原数据的REST层储 也就不会出现 HammerStore层储 出现的原数据 和HammerStore schema 不一致的情况 在计算引擎测 Metacat支持Stribute的接口 以前 访问HammerStore为主的引擎 如Spark 可以通过Metacat的Stribute接口 只需要低层版的改造 就可以迁远到Metacat 在实际业务实用过程当中 我们也对Metacat做了一些定制的开发工作 包括动态数据员注册 支持事务接口 用来支持SBOG 用Metacat来替代HammerStore 在SWAT3中 Katalog Plugin 提供了一组Katalog API 用来增相改查库表 通过实现TableKatalog 可以扩展更多的Katalog 也就是更多的数据员 另外通过扩展Katalog Extension 增强原由SWAT2中 塞成Katalog的能力 区别于SWAT2 SWAT3中通过Katalog Namespace Table 多级结构来定位一张表 而SWAT2中通过DBTable 来定位一张表 利用SWAT3 Katalog Plugin的特性 去MetacatRest的接口 或取缘数据 我们实现了 KuduTable开Log GDPCTable开Log TIDB开Log Dores开Log 另外我们也在做 基于Metacat的所有接口 替换HubMathStore 实现SBorg开Log 和Hub开Log 目前SBorg开Log 要保证失误 需要依赖锁 这块还在逐步开发验证当中 有了Metacat管理所有的原数据 即管理所有的KiLog 我们在SBorg当中 通过SBorg的Plugin 自动注册Metacat管理的所有的KiLog 用户只需要关注如何使用KiLog 实现自己的业务逻辑 无需关注KiLog是如何加载的 怎么来配置SBorg SBorg开Log这些参数 关于自动注册KiLog Plugin的实现 考虑到目前KiLog有1000家 数量并不多 我们在SBorg执行过程中 从Metacat中获取了 当前所有的KiLog 用其构造了SBorg识别的 SBorgSBorg开Log配置 并添加到SBorgSession当中 并且我们实现了自动更新 在Plugin中会有一部线程 定时去刷新最新的KiLog 间隔一段时间 就会让新增的KiLog 注册到SBorgSession当中 对于SBorgCoopyEngine 这种数据查新场景 用户不需要手动 set新的MetacatKiLog 或者重写 就能加载到新的Metacat中的KiLog 我们规定以KiLog.db.table 删定结构来 唯一定为一张数据表 并且三级结构在同一极型 具有全极的唯一性 搜索编写时使用三级结构 在搜索解析时能够基于此定位到Metacat中的KiLog KiLog获取Metacat提供的 同一的Table抽象 SBorgSession SBorg基于此Table 然后间接访问到 对应层主系统 获取原数据 当前各个集群的HubKiLog名称是以 Hub下滑性集群来命名的 在SBorgSession中 我们以三级的结构来定位数据表 引擎线权 在SBorgSession中 SBorgS通过二级结构 Table来定位一张表 考虑到HubMyStore使用非常广泛 以及Hub5U的使用 我们在原有SessionKiLog基础上 兼容成像的作业两级方式 和现有的三级结构 都能访问到HubKiLog 考虑到SBorg3中 默认不写KiLog KiLog名称 是通过SessionKiLog内母来获取的 也就是SBorgKiLog 我们对SBorg3中的 HubSessionKiLog做了些调整 通过Hub基础名 动态的修改 SBorg当中的SessionKiLog内母常亮 也就是替换SBorgKiLog名称 来实现二级结构和三级结构 均能定位到HubKiLog 在SBorg2时 基于Sentery完成减权 以DBTable来定位一张表 在SBorg3中 是以三级结构来定位一张表 不能满足三级结构减权的需求 在SBorg3中 我们对Ranger进行的改造 实行满足三级结构的减权 下面介绍SBorg3 基于Ranger的减权流程 需要说明的是 实际自弹画风有五个等级 隐私权限 这里抛开自弹隐私等级 简单介绍建权的流程 首先 SBorg和SQL plugin 插件扩展了SQL解析规则 在解析规则中解析出数据源 和操作的需要的权限 在这里以四级结构 开Log DB Table Column 来标识列权限 然后将 健全元素和健全角色 发给本地的RangerClan 来判断是不是有权限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的健全角色 IntoCobers 它是代表用户身份 用户业务线 组成的一个Rule 在通过健全后 做过作业使用大账号 来解决Vue有权限的问题 同时也屏蔽底层 Colpus账号权限 下部作业因为形式不可控 使用用户自己的账号来执行 早期RangerPolicy不多 Ranger的规则并不太多 采用本地健全基本的满足业务需求 再来越来越多的业务 开始使用Slog加Malacat 加Ranger的组合 Ranger的规则达到了10万加时 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问题 使用本地健全 在Spark加Kubi的数据查新场景 从图中可以看到 Spark Driver GVM有大量的GC 并且有加长的停转时间 此时通过GC日式分析出的 GVM吞吐量只有68% 本地健全方案 在健全规则达到一定量的时候 已经不能满足当前业务的需求 在调研和尝试多种方案后 我们选择了中心化的健全方案 在原有本地健全的基础上 做了简单的改造 将健全元素和健全角色 发送给Ranger Server 替换原来的Ranger Climb 本地不再维护Ranger的Policy 由Ranger Service 对接Ranger Align 维护以及更新权限 采用中心化健全方案后 在外界环境相同的小线下进行测试 GVM吞吐量有明显的提升 维持在95%以上 在Policy量不大的情况下 可以先采用本地健全方案 基本能满足业务需求 是比较好的时间 当健全规则达到一定量的时候 再进行服务化改造 比较合适 并且也不需要太高的成本 在第一个主题中 介绍了483 使用Maticat的同意原数据 使用Ranger同意权限 在第二个主题中 介绍关于Spark3 结合层出选行 做成本优快的分享 在小米DDL键表 主要使用SparkSOCO来执行 老版本的SparkSOCO 创建Hive表时 目认的格式是TestFail 如图 原来Hive表中 数据量的分布 其中大部分是Pakuit 还有少部分的TestFail 在U分区TTL和数据等倍 降低成本的措施下 我们期望通过 层出格式上的调整 来降低层出成本 结合业务场景 我们选择了 成本和性能自由的 Pakuit加ZSTD组合 来降低层出成本 在层出格式上 对比了两种主流的 列层出格式 Pakuit的ORC 我们已知ORC层出成本更低 Pakuit对签造结构 支持更好 于是我们设计了 签造结构场景 来做测试验证 在这里 Pakuit使用1.1A版本 ORC使用1.7版本 压缩算法 Pakuit中选择GZ谱 也就对应到ORC 中的Zenib 签头表 设置签头的list 为1000 结果如图 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读场景 随着数据调数的增多 两者并无 性能太大差异 在写场景 随着数据调数的增多 两者性能差距 逐渐拉开 可以看到数量大的情况下 Pakuit的性能更加优秀 ORC有优秀的 沉处成本 结合业务的实际情况 考虑到计算和 沉处的平衡 我们选择Pakuit 作为HiveDBL 见表的默认格式 在选择Pakuit 作为默认沉处格式的 基础上 我们希望通过压缩算法 来降低沉处成本 如同是常用的 压缩格式 的压缩率 以及 击压缩和压缩的压缩速率 其中Snipe 是Spark中 Pakuit默认的压缩格式 压缩率较低 图中的GZip 有不错的压缩率 但 压缩和击压缩的速率 都很低 其中ZSTD 速度和大小 都很优秀 在相同压缩率下 压缩和击压缩速率 压缩高于GZip 这里使用Pakuit 1.12 对比GZip和ZSTD 采用默认的压缩级别 根据业务实际场景 我们设计了一张扁平表 包含500万条数据 从实际结果来看 对比读写号时 以及参注占用 ZSTD有明显的优势 我们联合业务对100T以上的表 进行了改造 如图 TES的表转为Pakuit 加ZSTD 大概有70%的层出结约 Sequence扁平表 转为Pakuit加ZSTD 有30%的层出结约 Pakuit加Snipe 转为Pakuit加ZSTD 有30%的层出结约 Sequence签套表 大约有15%的层出结约 Pakuit加Zip 大约有10%的层出结约 在迁移到Pakuit加ZSTD过程中 我们与业务联合 也遇到一些问题 第一个是将Pakuit的 默认压缩设置为ZSTD 需要注意的是 表的上游和下游作业 需要一起改造 来支持ZSTD 第二点 ZSTD可能遇到 基地不性内存问题 导致作业的出现 物理内存超线 导致作业失败 在实际过程中 我们验证了 通过调节MailLock 回数的预知参数 可以很好的解决 内存超线的问题 在第二个主题中 简单介绍了 Sparg3选择Pakuit加ZSTD 作为默认的存储方案 在第三个主题中 介绍关于Sparg 血缘收集的相关内容 旧的血缘通过解析作业 IDF的审计日志 无法准确获取 单个作业包含的 多条血缘关系 我们通过 Sparg plugin方式 来收集 Sparg作业中的血缘关系 在SOCAL场景 是新销SOCAL 如Table2 及Table1 其生成的DAG流图 起点是HiveTableScan 重点是InsertHiveTable 其执行计划如右图 在HiveTableScan 和InsertHiveTable中 包含了数据表的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注册 QuestListener 拿到SOCAL结束时的 执行计划 PP command 便利执行计划 即可拿到 定义节点的表信息 如图 便利执行计划 就可以拿到 输入为Table2 输出为Table1 在RDD转DataFrame场景 比如常见的TestFile 读取之后 统计WorldCount 之后转成DataFrame表 写入到Hive表当中 其DAG起点是RDD 输出预言是 InsertHiveTable 如右图 其生成的执行计划 页子节点是RDD 没有收据源的相关信息 即没有SoccalRelations中保留的 Hive表明 Location的信息 现有条件下 只能获取到Output 我们没有办法收集 RDD的血缘关系 对于RDD的血缘 该怎么收集呢 如图DAG slage中的TestFile的RDD 显示了读取的路径 显示了读取的路径 来源于RDD的内部属性 由此我们能想到通过RDD的内部来获取URI的血缘 我们对部分RDD进行的改造 将路径等信息设置到输入相关联RDD的内部属性当中 像Stage中的TestFileRDD展示的内部一样 用RDD本身的血缘关系 在拿到Soccal执行计划中的RDD后 通过便利Soccal的RDD的血缘 也就便利RDD的dependency 可以找到数据输入输出关联的RDD 也就各个页子接近RDD 从其内部中获取数据路径等信息 就可以找到Soccal中RDD关联到的血缘关系 在血表的场景 我们可以通过QuestionLessner获取执行计划 拿到血缘关系 但这不适用于直接通过RDD API写文件的场景 如TestFile处理后 直接Save asTestFile 没有执行计划 也不会被QuestionLessner捕获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沿用了RDD获取DataFrame 转DataFrame获取血缘思路 利用RDD的内部特点 我们对部分RDD进行的改造 将路径等信息 设置到数据输出关联的RDD的内部属性当中 如图为改造前后的stage图 SaveTestFile将展示出输出路径 如何获取RDD 我们在DigiSchedule中将FinalStage 通过ListenerBuds通过注射Listener 在Digi构建完成之后 我们将FinalStage便利 然后找出其中的RDD的dependency 也就找到页子节点 然后根据RDD的内蒙 即可拿到输入输出的UI 以此来组成血缘关系 在第三个主题中介绍了 关于Spark血缘收集的分享 第四个主题 关于Spark原仓建设的分享 Spark原仓主要包含四个数据指标 占比 各个机群 样机群 Spark作业占比 各个Spark机群作业占比 作业类型占比 部门作业信息占比等等 趋势 最近一个月作业数 作业失败率 Shift变化率等等 成本 计算消耗的CPU 消耗的内存 浪费了计算资源等等 等待 作业失败的原因 基于原仓 我们可以做一些洞察工作 第一个 提供升级优化的 效果的数据支撑 比如哪里异常较多 我们需要从框架层面来解决 升级后 机群的作业失败率是否降低 第二点 通过作业占比和作业趋势 掌控作业的机群变化 比如Spark 3.1版本 作业是否逐渐增多 第三点 基于原仓数据 提供智能诊诞和HPU的基础能力 比如内存键引值等等 18原仓通过Plugin的插件 数据和处理18个作业中的关键信息 最后将消息打到消息带列当中 消息带列数据会Sync到数据壶 通过和样员舱 作业调度器表 进行关联 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细分数据 一部分数据 会用来做别看板 另一部分作业建议等相关这些信息 会写到Doris当中 提供智能诊诞和HPU的能力 目前数据产出 来自近视时的生产电路 目前的延迟基本满图 业部的需求 如图为BI看板 某个SPA301机群作业的分布 目前SPA301机群作业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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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SPA301机群作业主要是以Soco为主 对于样的作业可以通过设置下买参数 来设置作业类型 右边的智能诊诞机器人 目的是为了减少人工的运维的压力 目前功能还在逐步完善当中 通过机器人可以获取作业的相关信息 以及诊诊信息 常规的SPA作业第一次执行 无法预估资源使用量 为了避免失败 内存一般会配置得尽可能大 常常伴随着资源浪费 在数据开发平台 我们对稳定的作业 基于逆时执行的情况 进行了资源评估 给出了资源最优的建议值 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 因为第一次使用无法预估资源 而导致的资源浪费 在这里分享一个基于原仓 做数据洞察的真实案例 有段时间通过看板观察到 谋害外集群SPA失败率 远高于其他集群 SPA问题影响作业的稳定性 也可能导致数据产出延迟 在发现后 我们对SPA服务稳定性 进行了分析 这里有个容易被覆虐的点 通过SPA单口 TBC连接数的增加 调整内容参数 我们可以避免一些 SPA服务连接不上的问题 在排查服务SPA服务 本身问题后 通过递比机型差异 发现该机型有部分节点的机器 机型的磁盘性能交叉 营养到SPA服务的性能 在逐步替换机型之后 SPA的失败率 如初我们可以看到 陈建逐渐降低的趋势 我的分享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联听 谢谢 谢谢 谢谢